丛林开始玩蛋仔派对 点击跳跃 跳上平台 好的 我跳 哇 这里好高啊 旁边是个不倒窝 好像可以撞下去 好像没啥用 点击跳跃 跳上平台 网友走吗 再次点击跳跃 哇 对面好像很多好玩的 我们走过去看一看 诶诶诶 转得有点晕了 哦 这个方向是对的 有一个比我还要大的球 堵住路了 诶 前面的路怎么没咯 试着把桥撞进两环里 点击冲撞 将球顶进球门 哦 进球得分 好玩 诶 这里怎么不装个护栏呢 太吓人了 这么高掉下去 我还以为我没了 不行不行 我还是一点一点爬过去吧 毕竟贴着地面才有安全感 看样子 这边的路都没有护栏了 好高啊 下面画了各种各样的简笔画 那我们继续前进 前面没路了 点击跳跃后 在空中点击冲撞 可以跳得更远 这就是组合机嘛 简单简单 超人学会了 跳冲啊 等等 一定是刚才的姿势不对 我们跳冲啊 诶 我就不信了 跳冲啊 怎么回事 为什么跳不过去啊 哦 这下过来了 超人看到前面有好多积木 搭成的图案 上面还有数字 滚动是这样吗 怎么缩成了一个球啊 就变回来了 怎么滚动啊 滚动还有冷却时间 好长啊 我们不等了 直接走下去吧 瞄准五号方块 直接冲撞 这就过来了 滚动的技能冷却好了 我们再试一下 哇 成功了 等等 这里有个蛋 魔鬼蛋 居然 倒机箱 快去拿倒机打败它 如果拿到了炸弹 请可以把它炸飞了 用炸弹去炸飞它呀 不用这样吧 我看它也不像什么坏人呢 推一个方块去问候一下 一点反应都没有 必须要用炸弹炸它 才能过关吗 对不起了 魔鬼蛋 这不是我的本意啊 我相信 你一定会理解我的 对不对 诶 别看它个子大 我好像可以撞得动它呀 真的 你们看 我撞一下 它动一下 完了 掉下去了 啊 这 尴尬 这也算过关了吗 那超人扛着炸弹 往前走 上不去啊 这里得跳吗 前面又有一个方块 我抓 是这样丢吗 不对啊 我才想起来 我刚才的炸弹去哪了 管我炸弹呢 我还没用过呢 这个小鸡蛋仔 你的力气也太小了吧 就不能丢远一点吗 真的是像极了 没吃饱饭的样子啊 哎呀 急死我了 我都想直接把箱子推进去了 好不容易把箱子丢进去了 超人看到终点了 好 直接冲向终点 来来来 把这个箱子 也一起带到终点去 这块凸起来的地形是什么呀 也不像盗版呢 不管了 继续前进 没想到路突然就没了 原来前面几个方块是可以翻转的呀 那我知道了 等你翻转好 我再跳上去 前面的圆柱不会打滑吧 没想到啊 万万没想到还带这样翻转的 行了 超人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游戏的操作方法 直接冲向终点 好的 超人胜利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超人的水平怎么样呢 是不是很有潜力啊 小鸡蛋仔也很开心 哇 派对券到手了 快快快 快写上你的大名 好的 派对券到手了 写上超人的名字 能心超人啊 超人来咯 什么 你曾被占用 这就很尴尬了 要不加一个符号吧 这样应该没有重名了吧 好的 成功了